网红这个词汇是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一个词汇,但是网红这个行业也并不是很好的,现在的网红圈子中有很多的负面新闻,但是就算是这样还是有很多的人都愿意走网红的路线,并且有很多的网红, 逐渐的自由发展之后,可能会变成明星,但是这种事情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并不是大所有人都会成功的,加上最近网红解出来的新闻都是负增长的,所以让人对于网红这个词汇再次的产生了一点反感了。 在网红这个圈子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在网络上的网红鼻祖芙蓉姐姐,就是不错例子,早前的芙蓉姐姐一直都是以丑照出名的,并且一直都是拍照的造型很奇葩出名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之后,芙蓉姐姐的名字,也就慢慢的淡出网友们的视线,并且一直都很低调,算是慢慢的回归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了。 不过,芙蓉姐姐却会经常的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展规号当中更新着自己的近况,并且基本上每次都会由自己的个人找,比如说,近日芙蓉姐姐再次的更新了自己的账号,并且更新自己的日常出行的照片。 在照片中的芙蓉姐姐服装造型还是很时尚的,这也是芙蓉姐姐住到十四年的时光当中领略到的事情了吧。 芙蓉姐姐头戴着黑色的画家帽,盖住自己的黑色长发,芙蓉姐姐的发丝十分的柔软,同时也是很蓬松的,搭配上芙蓉姐姐的颜值之后,显得她也更成熟,富有温柔的味道。 芙蓉姐姐的颜值也和当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变化,但是芙蓉姐姐的脸蛋还是有点下垂了,在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宝令纹也明显了一点。 芙蓉姐姐的服装造型也是同样很时尚的,很多潮流女人的味道,但同时她的服装风格也是很日常的,却也显露出来芙蓉姐姐的身材很好。 芙蓉姐姐的身材却十分的凹凸有致了,芙蓉姐姐身穿着黑色的长款迷子大衣,服装的腰身上有收腰的设计,这样也就显得自己的腰身能突出一点。 芙蓉姐姐的身材也让芙蓉姐姐的上来更加恶人了一些,尤其是在芙蓉姐姐侧身的时候,她的曲线变得更加的明显了一点。 芙蓉姐姐的服装是长款的设计,这样也就能让她显得更加的优雅,变得充满着女人味了。 在黑色的长款迷子大衣之内,芙蓉姐姐搭配的是蓝色的衬衫,还有一条黑色的长裙,这种衬衫搭配长裙的服装形式,还是比较文艺的一种时尚造型。 芙蓉姐姐的手臂上搭配着浅色的单边块包,随性的包包和自己的一身造型很是相配,成熟当中还带着一点柔情似水的效果。 看着这样平淡的芙蓉姐姐,让人一时间有点忘记了,当年芙蓉姐姐刚刚成名之后的样子,但是这样回归生活之后的样子,才是真正的生活了吧。 回看一下早前芙蓉姐姐当网红时候的样子,当年的她还是很恶努的,这点从拍照姿势当中就能看出来了,不过今年的芙蓉姐姐已经到了42岁了,所以从身材上或者是颜值上,多多少啥都会有一点变化的。 不过对于芙蓉姐姐来说,这种变化也是一件好事,看着芙蓉姐姐的变化,应该也算是质得飞跃了,从造型与气质当中,都变得越来越好了,希望她之后能有更好的发展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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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